你 说啥 尴尬的死记之中 怀尸一脸猛逼的看着面前巨大的钢铁封面 光点再次移动起来 很快 再度浮现出一行新的字迹 敏伏锦歌地寂寞 沉默中 怀尸深吸了一口气 后退了一步 然后再退了一步 双手抱拳 打扰了 告辞 他转身就走 却被无形的力量拽住了 爱鹅别绝 不爱你 滚 怀尸奋力的将自己的胳膊扯回来 然后就看到封面上再度浮现出一行新的字迹 鹅见过米门王类南四置信弟子 鹅见过太空飞船查猎户勤坐地边缘被击中 燃起熊熊艳光 沉默 尴尬的沉默 怀尸再度吸了一口气 长长的呼出 然后认真的告诉他 兄弟 你再这么整 我可就真走了啊 短暂的沉默之后 再度有新的字迹浮现 这一次终于不是让人看不懂的见鬼文字了 你他娘的 就是老子的mast 眼看怀尸面色不善 字迹还没写完就好像被按了退格一样被吃掉了 到最后只有三个字打了出来 鹰鹰鹰 怎么办 超不想理他 这特么是什么鬼 曾经的天国普系五阶升华者奥西里斯是个火星人就算了 还特么是个鹰鹰怪 这谁糟得住啊 别走啊 老弟 我苦啊 我太难顶了 眼看着怀尸的表情变化 封面可怜兮兮的出现了一行字 我简直被囚禁了一万年 麻烦体谅一下 自从欧顿去世之后 再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了 欧顿 怀尸问 欧顿是谁 欧顿就是我以前的契约者 奥西里斯的驾驶员啊 封面上显示出令怀尸不可置信的话 我惨啊 那个王八蛋死了就算了 非要把最后的原制给我 我当一本书当得好好的 结果印给成金了 然后就一直被关在这 还要替他操办后事 我好难啊 双引号 啥 怀尸瞪大眼睛 等等 欧顿死了的话 那你是谁 你是天国的碎片 啊 是啊 没错 不过现在天国也就只剩下碎片了吧 我刚一睁开眼睛 那么大的天国就没了 说没就没 这特么什么破运气啊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哪知道 我刚刚一成行 天国就些逼了 就知道有人整活儿 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啥 简直惨过惨叫机 盼了这么多年 我都已经死心了 没想到还有人带着命运之书来这里 老弟呀 帮个忙 带我走好不好 我可好痒了 每天跟我落五分钟就行 不 三分 不行一分钟也行 那本钢铁之书剧烈的震动起来 好像在暴风哭泣 这一眨眼的时间 封面上起码飞过了三千个英字 看得怀师头皮发麻 这玩意儿要带回家里去 以后日子可特么怎么过 老弟 你行行好 好 我可好痒了 真的 好像生怕怀师不愿意一样 他的封面骤然一阵 保证吃得少 干得多 不要无险一斤和加班费 而且还接受领导的潜规则 怀师发自内心的怀疑了起来 哥们 就你这画风清奇的样子 哪个领导还钱规则得了你的 眼看怀师不信 铁书剧烈震动起来 紧接着 一个正方形的洞就出现在了封面之上 怀师的眼角顿时剧烈抽搐起来 你还真特么准备周全哦 他原本已经做好了过五观展六将得到天国碎片的准备 却没想到找到的是这么一个具有自我意识而且节操全无的家伙 他倒是不至于因为嫌弃这本书画牢就将他抛弃在这里 好歹回收天国碎片也会为自己带来好处 况且 看这里好像监狱一样的景象 自己再把他丢在这儿不管的话 说不定就真憋疯了 怀师能够感同身受的理解他的痛苦 待谁遇到这种一睁开眼睛拥有自我意识之后就被塞进监狱里无人问津的处境恐怕都不好过 换成怀师自己 说不定早就把自己撕成了几页 精分之后大家一起玩游戏了 这可不是在魔女之夜里 能够开加速齿轮 十万年的光阴换成体感时间只有一两个月 而真正的时间也不过只有短短的八个小时而已 孤独地撑了这么多年 他还只是脑残化劳非主流了一点 已经可以称之为钢铁意志了 但问题是 如今的此刻 怀师不过是在群星号的西伯梦境之中 进入了奥西里斯最后残存原质所勾勒出的幻影 纯粹只有意识穿过了网线来到了这个聊天室 根本无法呼唤出命运之书 更不用说在这里带走什么了 在说明白了这一情况之后 怀师和碎片只能面面相去 大眼瞪小眼 沉默许久之后 碎片的封面上浮现出一行不可置信的字迹 你怎么这么弱的 怀师无言以对 双手抱拳 确实 是在下不自量力 碎片凶你这样的天才的宝 必然是有得者居之 在下告辞 等等 别啊 老弟 我不是那个意思 命运之书就在你手里 还有谁能通过欧盾的权限验证啊 碎片不可思议的问 我还以为我感知魔快出问题了 你竟然真的连五阶都没有 你是怎么被命运之书认可的 怀师面无表情的回答 实不相瞒 有一天 我在自己家后院里走着走着 这玩意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差点把我砸到脑震荡住院 一连串的省略号之后是一连串感叹号 然后是乱七八糟的言文字 碎片震动了两下之后 好像再仔细端详着怀师 感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竟然连这种在自己家后院里都能捡到命运之书的奇形种 如果怀师到达五阶的话 直接可以凭借命运之书加冕 成为天国的守护者 但凡他意志所及之处 都能够随时打开通往天国的通路 让他直接原地飞升 他根本就没想过怀师还是个萌新的可能性 想要得到命运之书的认可 最低限度的都应该有五阶才对 否则自己的命不够硬 早就被寄托了整个理想国命运的伟大造物直接催垮了 表现在外的话 就应该是天上掉下了一本命运之书 落在怀师的身上 但怀师这可怜孩子命薄如指 竟然给这神器给砸死了 而此时 一位路过的一阶升华者看到了这本书 断定他不是凡物 捡起来之后感慨哀哑好开心 然后心机梗塞 死了 二阶的人看到 被吓了一跳 脑梗发作 死了 接下来别说三阶四阶 倘若没有天国谱系之主的允许 哪怕是天敌拿到这玩意儿也要一步小心脚下打滑沉到深渊最底下去 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除海那个王八蛋的好运气 作死跳下去之后还能再爬上来的 但令他不可置信的是 命运之书竟然出现在了怀师的手中 而且竟然还在没有任何权限的情况之下认可了他的身份 将控制权交给了他 这不科学 命运之书又不是什么不记名的信用卡 谁拿上了之后都可以随便刷 这玩意儿的防盗措施周密的让人害怕 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文会的会长亲手将这个东西托付在谁的手中的话 那么 等等 会长 他忽然之间好想明白了什么 就连自己都变得谄媚起来 兄弟 你误会了 我刚刚只是被你惊世骇俗的天资和令人敬佩的才华所吸引 没想到你竟然还这么年轻 俗话说得好 三十年和面三十年和底 末期少年穷对不对 少年人的未来真是不可限量啊 说不定今年二阶 明年就五阶 后年就天敌了那 怀师都惊了 总感觉这谄媚的样子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有些不可置信 你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么亲热 实不相瞒 在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碎片的封面闪烁了一下 玄机又改口了 不 哥啊 你是我亲生的大哥 难道你不认识你失散多年的兄弟了吗 对不起 我独生子 而且没有这么奇形怪状的兄弟谢谢 怀师遏制住掉头就走的欲望 深吸了一口气 抬手 制止了碎片源源不断的废话 咱先说正事儿 怀师问 怎么先把你从这个鬼地方捞出去 碎片犹豫许久之后 只能直白地告诉他 很难 最近奥西里斯最后的原质也开始被侵蚀了 你的能力不足 想要通过梦境进行转移的话没有任何可能 只能够进行物理上的接触和收容 在不说废话之后 他的效率就飞快 封面上迅速地浮现出了一张地图 正是群星号详尽的剖面图 在最底层的位置 有个红点被标了出来 怀师凑上去 仔细端详 这是哪儿 群星号保险库 告辞 再见 怀师双手抱拳 头都不回地转身走人 大哥你怕不是在搞笑 群星号上现在有多少值钱的东西 有多少资金流转 有多少珍贵材料 有多少升华者 里面有多少个四阶 别说四阶 五阶的都有了 潜入游戏也不是这么玩的 自己一个二阶还没毕业的萌星 拿头去跟他们去打 送死也不是这么送的好吗 感谢新萌主的厚爱 本书剧里摆萌又踏出了关键的一步 呼母 就差一点了 大家加油呀